從畫面上可以看到熊熊烈火 不斷竄出現場濃煙密布 消防員趕到現場拉起水線灌酒 因為貨櫃屋內還擺放著汽油 消防員不敢大意 花了30分鐘後才將火蛇控制住 但因為火勢太大 貨櫃屋內早已被燒成焦黑 帶來聽一段業者說法 沒有啦 那貨櫃屋就會固定 還好啦 人沒辦法啦 業者憂心忡忡看著貨櫃屋燒成一片火海 火警發生在台東領海路一處空地 根據業者表示 這個貨櫃屋平時當倉庫使用 疑似今天早上移動貨櫃屋 進行切割物品的時候 火星吊在毅然物品上 才會引起火災 所信消防員花了30分鐘 控制火勢沒有造成人員傷亡